你能想象能拍卖多少钱吗 一对小夫妻 两人月薪加起来只有5000元 他们竟然成功买下了五栋房子 当他们以为自己梦想终于沉甸时 市场是毫不流程地重垂了他们 所有的房产化为乌有 更令人伤感的是 这对夫妻因此结束了近十年的婚姻 如果你很想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下买卖房屋 如果你也想对通过投资房地产实现人生利息 那么千万不能错过今天的影片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个过来人投资失败的 令人心碎又值得深思的真实故事 故事的最后最关键 大家好 我是墨镜姐伊丽莎 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通过买卖房屋 发家致富的故事 非常感谢今天的主人公查尔斯 人称赌城李掌博 愿意无私地分享他投资失败 还搭上一段婚姻的悲哀故事 在这之前请记得点个赞 支持一下墨镜姐 也让更多的人能从别人的失败中获得经验教训 2001年左右 查尔斯当年买第一栋房子的时候 是在洛杉矶一家华人电视台工作 当时夫妻俩的税前薪水加起来只有5000元 查尔斯买的第一栋房子完全源于机缘巧合 他和妻子去佛罗里达摊炮旅行的时候 妻子的学姐带他们去看了当地的房子 其实现在最令人心动的投资叫做境外身份 但美国绿卡就是一种稳赚不赔的投资方式 目前移民美国有两种比较主流的方式 第一 15天就可以获批美国绿卡的快速通道 没有英语学历和年龄的要求 对于企业家金融业人士来说 只要你的工作履历有亮点就可以提出申请 第二 透过EB5投资移民新证 使用特快通道 投资本金为80万美元 到期即可回馈 现在EB5新证最低投资期只需要两年 递交申请后 等待绿卡期间就可以获得有效期长达五年的 美国EAD公卡加回美纸 提前享受绿卡福利 这两种方式都不需要美国雇主担保 对于想要快速拿美国绿卡的朋友来说 是性价比较高的移民方式 拜美国绿卡 找美国本土机构 使用影片中任意联络方式 或拨打专线833-666-7888 咨询美国专业移民机构 My Visa Services 好了 我们现在言归正传 换了是我的话 如果在洛杉矶找不到能负担得起的房子 一下子发现这么便宜又漂亮的房子 肯定也会动心的 而且他们当时只需要首付5% 也就是6000元就可以买到这种房子了 查尔斯预购了他人生的第一套房子 在返回洛杉矶的途中 夫妻俩就讨论说 如果花6000块就可以买到一栋房子 只要有房租收入 就算每个月扣掉贷款 社区管理费 还要倒贴200块 在房价继续上涨的状况下 还是很划算 为什么不继续买呢 现在努力养房子 等到将来贷款付清 房子就会养我们 60岁退休以后 可以靠着租金过日子 比养小孩稳当多了 不过像他们夫妻俩这种 高不成低不就的打工仔 在华人的中小企业上班 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500块 还要交税 拿到手上的钱真的不多 扣掉各种费用 再如何省持兼用 存的钱也不到1000块 于是他们决定去赚外快增加收入 每个礼拜六早上 借摊位打帐篷 夏天卖草帽 冬天卖手套 他们当时还受到很有名的一本书 富爸爸穷爸爸的影响 到处去听课 参加关于房地产投资的研讨会 查尔斯表示 看到课堂上一大群人 分享自己的投资经验 甚至还有不到30岁的年轻人 已经拥有了十套房子 让他们也燃起一种 有为者亦弱式的雄心壮志 一年后 夫妻俩带着努力存下的1万多美金 再度前往佛州摊帕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立下了目标 计划一年买一栋房 他们的第二栋房子 买在同一个高尔夫球场社区 也就是说 查尔斯采用了技巧 使得第二栋房子 也拿到了自住房的贷款利率 顺利买下第二套房子后 查尔斯和前妻的胆子 也变得越来越大 查尔斯当时依然打两份工 但他们通过学会的金融技巧 在佛州买了第三栋房子 同时在拉斯维加斯 还买了第四栋第五栋房子 2005年 是查尔斯的又一次人生转折点 他搬到了拉斯维加斯 转行做了赌场发牌员 当时房地产市场实在太疯狂 几乎成了一股全民运动的风潮 让人感觉不买房 或者没有钱买房 就会错过这次百年难遇的房地产 赚钱良机 这是不是和现在的情况很像 查尔斯的前妻当时看到 这样的火爆情形非常着急 想要赶紧买房子 可是手头钱又不够 要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们就决定把这一栋 原来12万买 后来涨到15万的这栋房子 拿去做home equity loan 房屋净置贷款 然后能从里面拿2万块的口气管 去买江南的第四栋跟第五栋 然后当时在维加斯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只要放5% down 你就可以卖房子 事实上你看这个大卖工 它甚至人家的狗都可以去买房子 所以说我放5%还是很多了 为了拼到第五栋房子 查尔斯夫妻又冒险赌了一把 当时他们名下已经有三栋房子 负债比已经很高 贷款公司如果认真审核的话 应该很难批准 他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让佛州第三栋 正在盖还没有交屋的房子 跟赌城第二栋同时进行 prequalify 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 两边的贷款审核居然同时通过 那时候夫妻两觉得运气真的很好 这种偷鸡的方法竟然能够成功 他们浑然不知道已经大难名头 他们更没有想到 这第五栋要价33万的房子 成了已经被点燃隐性的炸弹 一旦爆炸 毁掉的不只是夫妻共同奋斗的心血 还有开始摇摇欲坠的婚姻 第五栋是查尔斯买的最贵 也是每月贷款最高的房子 总价33万 利率超过6.5% 首付5% 加上各种费用 每月抵押贷款3000元 那段时间为了养房 查尔斯平均每天上班超过11个小时 每个礼拜至少4天上两个班 一个月的小费进账至少5000块 才能支付庞大的房贷跟开销 进入07年下半年时 查尔斯感觉不对了 房价好像开始不涨了 他试图把这最贵的自住房 放到市场上卖 探查行情 结果根本无人问津 夫妻俩在这段时间完全懵了 因为根本没有预期这种状况发生 该怎么办呢 接着雷曼兄弟倒闭破产 次贷风暴随之而来 查尔斯夫妻平常存钱的 超过100年历史的华盛顿互惠银行 在08年也宣布倒闭了 更糟糕的是 查尔斯这时居然还丢了一份工作 金融风暴最高峰 最凄惨的时候 拉斯维加斯的失业率整个飙升到14% 平均每7栋房子就有一栋被没收法拍 我自己本来达两份工 我也丢掉了一份工 所以我的收入锐减 大约是2007的下半年以后 同一个时间 佛罗里的三栋房子已经开始有房子空着 然后房客搬走了 所以你说我怎么撑得下去 夫妻俩这时面对的困境就是收入减少了 房客退租了 失去了租金收入 还要倒贴贷款 这对非常紧绷的经济状况来说 根本就撑不住了 本来他们投资房地产的概念 就是永远守住房子 以后当包租公包租婆 靠房屋租金养老 如果临时有需要 再脱手卖掉其中一间就可以 只可惜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金融风暴摧毁了一切 查尔斯当时决定认赔杀出 可是前妻舍不得 他们先是失去了第五栋房子 接着是第四栋 驱赶我或者是在我门口贴黄色封条 后来我们再从第四栋撤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找地方住 随便租个房子 然后再租房子的时候 因为吵架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离婚 我那时候没有丢房之外 其实我们婚姻还可以维持 就算感情上或者是生活上 可能有一些障碍或一些问题 至少在事业上是革命情感 那也不会理 可是双重因素加起来 那就只能分道扬镳了 所以我才会说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卑 这是查尔斯当年丢掉的房子 2009年被拍卖16万5千 2013年再探底 被8万块标走 查尔斯在Tampa 以11万买的第一栋房子 后来那片社区里 所有被拍卖的房子 都被银行一次性打包收走了 你能想象能拍卖多少钱吗 10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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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11万买的房子 1000块被卖出去了 它是一个whole package 去什么 跳蚤市场一次少货 我就给你1万块 你全部货 不管好 但全部给我 回收整秀以后 它这个房子 在15年卖掉的时候 是14万 拉斯维加斯的房市 崩盘速度非常吓人 08年大幅下滑了 30%到40% 09年下滑了30%以上 10年又下滑了10%以上 等于是三年之内 总体跌幅超过60% 有些甚至更多 柴尔斯花了33万买的第五栋房子 银行拿去拍卖只剩下16万5000 柴尔斯的同事更惨 花了将近20万买的condo 银行收回卖多少钱 只剩4万美金 柴尔斯到底为什么会丢掉五栋房子 那么是不是有同样买在高点 却又可以守住自己房子的人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在投资过程中 柴尔斯犯了几个大忌 首先是贪恋 柴尔斯说当时他们顺利买到 在拉斯维加斯的第一栋房子 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如果不贪心 老老实实地守住这栋房子 加上佛罗里达州 已经开始有租金收入的两栋出租房 不加买Tampo的第三栋 和维加斯的第二栋房子 他们应该可以挺过08年 只是千金难买早知道 其次 柴尔斯用来投资的四栋房子 都是没有振现金流的 出租费 根本不能cover房子的所有费用和开支 对 没有振资产 都是负资产 然后每一栋都要再贴 而且柴尔斯买的房子 都是有HOA费的 每个月无端又多出两三百元的费用 我们事后来想的话 因为你投资是要算投资报酬率的 对 假设那时候mogic是一千块 因为我们当时只放5% down 那95%的贷款 你光是加上这个就是一千三到一千四 那问题是我出租 出去的rental income 可能就是一千块或一千亿 那就不是真的现金流了 对 而是赌他未来的房屋增值 对对对 而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赌错 是赌对的 因为这个房子等到04年的时候 我们的A学朋友告诉我说 你的那个估价已经从原来买价的不到12万 现在已经涨到15万了 因为穷爸爸父爸爸的课程教育查尔斯 要把房子当孩子一样养 他们认定了要守着房子一辈子 所以当时并没有卖掉盈利 他有朋友也是房价高峰期买房的 结局却大不相同 我有个在洛杉矶的朋友 他是用保守的做法 以小换大 他当时在洛杉矶的威斯科威尔 买了差不多19 20万的condo 后来他卖可以卖40万 那就果断出手 然后去别的地方 去亲友买一个 50万就是全新的single house 他就把那个钱移过来 他也一双亲友公报 可是因为他放的当配够多 他的薪水如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话 他是可以撑得住 查尔斯另外一个和他一样 在拉斯维加斯抢房的朋友 也没有丢掉房子 因为他们也是比较老实 他们不是放5% 他们放20%的 虽然房价低到的低 可是他想一想 反正当时买的30万也不算太贵 你就还可以撑 他们是自住一栋 撑后那一栋 至少还有房客 他们比我幸运的是 他们房客还在 听查尔斯说到这里 我插嘴说 我觉得您的杠杆用的太高了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梦想是 一年买一栋房子 怎么可能 我们这种破烂薪水 在还没有做赌场这一行之前 我跟我前妻两个人 加起来才一个月 五千块的薪水 那你们胆子很大 我们胆子很大 对 我们胆子很大 OK to lose right 我不用养小孩 如果我养小孩的话 那肯定就不一样了 就不敢那么臭 就我们两个OK就OK了 在差不多八年的时间里 查尔斯经历了投资五栋房子 最后又全部吐出去 还和妻子分道扬镳的悲惨故事 他一定感觉很后悔吧 这两个我都不后悔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很好的体验 像我现在活到五十几岁了 其实你也看多了很多事情很多人 一般我们小老百姓 人生总是有高低起伏 每一个人大概一辈子 顶多一次到两次的 Golden Opportunity 你抓到了 你就市场营销 你现在就很舒服 错过后装不到的话 那你就鼻子摸摸老老实实地低头干嘛 可是这个东西 不是你能事先预料到的 因为这跟你的个性有关 当时时机有关 大家赞同查尔斯说的 人的一辈子 只有一两次黄金机会的说法吗 其实在和查尔斯 一个多小时的交流过程中 我感觉他的心态特别好 投资的失败并没有打垮他 他依然获得很丰富多彩 查尔斯认为 2010年就是最好的购买资产时机 那时候人心惶惶 失业率超高 很多人都对市场没有信心 是房价最低点 如果那个时候你有钱 又正好是股市房市崩盘 一旦进场就是赚到了 那就是你的黄金机会 可是这样的机会千代难逢 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有钱的时候 都是股市房市正好的时候 那时候买房买股票都很贵 如果一窝蜂盲目追高 真的会是死路一条 我们有朋友 他在金融风暴前 他正在存钱 他没钱买房 还追不起高 还追不了高 然后他有投机款之后 Crush 那你说他是赚到 那谁知道 谁知道 所以说一人一种命吗 那怎么办呢 那您觉得接下来 如果有机会的 还会继续做吗 投资房地产吗 人要认分 我的意思是说 欲望不能太高 当你的欲望太高的话 你的人就变成 你的欲望的奴隶 那至少我现在 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That's fine 那我能做的 就是把我这些经验 分享给大家 因为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在讲成功的经验 可是没有失败的教训 没错 把我失败的当年的过程 跟当年相关背景 还有我当年的心理状态 跟做的决定 我跟你讲 那你去参考参考 你觉得你用得上 你就用 讲难听一点 我这些knowledge 这些知识 这些经验 放在我肚子里面 又不会是历史 还不如拿出来 跟大家讲一讲 我也觉得查尔斯 愿意这样分享 真的是吉德行善的美事 我问查尔斯 因为现在的房地产市场 也很疯狂 您对我的观众 是否有什么建议 如果你是自助 那没有话讲 那叫刚需 房地产朋友也讲 自助不败 因为市场还是往上走的 会有一些 波动高低起伏 那你自助是ok的 自助的话你可以买 因为你需要买 投资的话 你要看 我刚刚分析的这些状况 除了整个房地产大事之外 我刚刚一开始也跟你讲 房地产市场是非常localized的 你在Vegas碰到的状况 跟在佛里 跟在德州 跟在犹太 跟在加州 是不一样的 那你就要去 多做研究 多做search 你对这个地方了不了解 我们投资要谈什么 就是投资回报率 或者跟他的 未来的application 房屋增值率 比如说我第一栋房子 就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教训 不要买HLA太高的地方 因为是会定要投资成本 还有 Proper tax不要太高 其实查尔斯的故事 还远远没有讲完 他的信用分恢复了吗 他现在买房子了吗 如果大家想知道 他房地产投资 惨遭滑铁炉之后的故事 请记得点赞留言 也请把影片分享 给更多的家人朋友 再次感谢查尔斯 愿意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我把他的脸书链接 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他了解更多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 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